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如此强盛的秦朝仅仅十余年后便走向了他的终点 秦朝的灭亡 秦始皇固然要负主要责任 但作为王国之君的秦二世胡亥也难辞其咎 司马光在资质通鉴中对于胡亥从继位到王国的这段历史有详细的记载 那么秦二世胡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帝王 他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是如何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呢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民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评说资质通鉴》第二部 第七集 二世而亡 我们说秦二世胡亥可以说是一个奇葩 也可以说是在这个专制集权体制下最不着调的皇帝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说通过一个小故事你就能看出这是个什么人 汉文帝时候的思想家贾仪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秦始皇有一次宴请群臣 也有的记载说是他宴请诸侯 宴请的时候皇子们当然也要做陪 秦始皇在赤食以后就让皇子们都退下 胡亥跟着哥哥们 跟着这个皇子们一块退下 当时根据秦汉时候的理治 上朝的时候 群臣包括诸侯这些人 都要把鞋子脱下来 脱在大殿外边 台阶下边 胡亥退下来以后 一看 这鞋子都马放得整整齐齐的 这小子就完性大发 然后把这鞋子都给折腾坏了 贾仪记载说 诸侯文之魔不大喜 就是参加宴货的这些人 无论是诸侯也好 大臣们也好 都叹息 哭笑不得 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好 说他瞎折腾吧 他毕竟是个孩子 他是个孩子吧 但是这个朝仪这么隆重的活动 他不该这么搞 所以大家也无可奈何 这个故事呢 记载的应该说是 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 那么在这个时候 胡亥有多大岁数呢 应该不超过九岁 九岁的一个孩子 正是调皮捣蛋的年龄 问题是我们从史记的记载 包括其他的文献记载来推测的话 秦始皇应该讲是家教生严 他的这些孩子们 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 绝不敢像胡亥这样 随意地这么调皮捣蛋 问题是秦始皇恰恰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调皮捣蛋 甚至有点红不令的这个胡亥 那就喜欢他 《四字通鉴》记载说 史皇二十余子 哨子胡亥最爱 秦始皇二十多个儿子 就是这小儿子 胡亥是秦始皇最喜欢的 在这么多儿子中间 二三十个儿子中间 秦始皇为什么最喜欢的 是胡亥 而不是别人 我想理由可能有三个 首先第一 情人爱小儿 就是当地的人有这么个风俗 喜欢小的孩子 其实到现在 我们知道在北方一些地方 都流传一个俗语 叫什么呢 小儿子大孙子 老奶奶的命庚子 其次我们要说的就是 像长子公子扶书 他本身跟秦始皇 政治理念就格格不入 而老老顶着干 可能就不这么引起 秦始皇的喜欢 其他孩子们呢 普遍比较老实 甚至说懦弱 这个当然就在寻差大略的 秦始皇的眼里边 是看不过眼的 第三个原因 就是胡亥啊 在这些儿子中间 特立独行 这小家伙啊 红不令 贪玩 而这个红不令 贪玩 调皮捣蛋的这个个性呢 不仅跟朱公子截然相反 而且恰恰跟 小时候的秦始皇 有某种相似之处 我们都知道 秦始皇在九岁以前 他是在赵国做人质 他的父亲公子一人 在赵国做人质 生下他 他当然也是属于人质的 一部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秦始皇 生活的这个环境里边 受的约束比较少 而 这种少约束 受教育相对比较 宽松的状况 孩子容易个性比较鲜明 容易比较调皮捣蛋 而这一点 恰恰可能跟胡亥 比较一致 正是基于这三个原因 秦始皇呢 喜欢胡亥 所以秦始皇啊 对这个胡亥有好感 有好感 那么 表现在哪呢 秦始皇最后一次 出巡的时候 唯一带着的儿子 就是这个小儿子 胡亥 那么比较合理的推测是 秦始皇带胡亥出游 是为了对胡亥 做进一步的考察 观察其能力 甚至说 同时进行一定的政务训练 应该说 这才是他最后一次出巡 要带着胡亥 这样一个合理的理由 根据司马光在《资质通鉴》中的记载 秦始皇虽然非常宠爱胡亥 但最终并没有将皇位传给胡亥 反而给公子扶苏留下了遗诏 让他处理自己的丧事 但最后却是胡亥继承了皇位 其实 胡亥的称帝 与秦始皇的宠臣赵高密不可分 那么赵高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 他又为什么能帮助胡亥继承皇位呢 那么赵高他又是怎么能够得到干预秦始皇 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的这个机会的呢 司马光在《资质通鉴》里边就说 始皇文旗强力 通于御法 居以为中车府令 始交胡亥绝育 胡亥兴致 赵高怎么得的事 是赵高这个人精明强干 精通御政律法 由此呢 他经过诚诚选拔 进入了秦始皇的视野 并且呢 委认为中车府令 皇家车队的队长 秦朝强调以利为师 赵高的父亲是文法官吏 所以说赵高呢 打小打下了监视的文法基础 李开元教授就考证啊 他说 赵高进入秦朝的宫廷的时候 应该大约在23岁左右 时间呢 大概是在秦王正的13年 在这一年呢 我们说秦王正呢 26岁 正是准备在这个政治上 要大展宏图的时候 所以呢 赵高呢 得到了秦始皇的这个赏识 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同时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职位 就是做胡海的这个老师 赵高这个人啊 不仅精通法律 同时呢 他还是一流的书法家 赵高的这个书法成就 客观上来讲 应该说是仅次于李氏的人 赵高呢 他有一篇著名的著作叫 《愿力篇》六章 这是什么呀 这是秦帝国关定的 启蒙十字课本的一部分 所以啊 你看赵高这个人呢 博学多彩 他的书法 法律 文字 功夫 都是相当高深 所以秦始皇呢 让他来做自己的小儿子 胡海的老师 事情发展到这儿 本来是挺好的 你看赵高被任命 中车府令 同时又是这个 小儿子的老师 挺好 但是呢 赵高 不知道什么原因 犯了大罪 然后秦始皇就认 蒙义 依律治罪 蒙义不敢循式妄法 根据法律的规定 就处赵高死刑 但是呢 这个处理结果 承报给秦始皇以后 秦始皇又后悔了 秦始皇觉得 这个赵高有才能 所以说呢 怎么办呢 以这个赵高呀 才能卓助 办事俐落 精明强干 所以说呢 特赦了这个赵高 然后让他官复原职 这个事情到这儿 我们说本来 这是表现了 秦始皇这个 爱才惜才的这一面 可是呢 他这一次我们说 这叫什么呀 忘发惜才 你违背了法治 最后呢 你也吸财吸错了人 赵高这个人呢 属于报复心极强的人 赵高把自己犯的错误 最后被处理这个事情呢 他不从自身反省问题 他把他迁怒于 蒙义 所以在内心啊 对蒙义埋下了 巨大的仇恨 所以啊 最后 隐患就这么埋下了 秦国强调呢 所谓的这个 违言行俊法治国呀 跟我们现在讲的 以法治国 我们说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种治国方式 现代的法治 我们说那叫 天下之功器 不是任人左右的 这个工具 秦的这个法律呢 他把它作为一种 任人捂弄的 这样一种治理工具 只是个工具而已 所以他这么做 惩罚也是他 赦免也是他 可是你做的结果呢 秦始皇万万没想到 给秦帝国的灭王 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秦始皇一死 这个隐患就爆发了 秦始皇驾崩之后 糟糕就扣留了秦始皇 临死前 让他发出去的那个诏书 就是让公子扶书 迅速地去咸阳 安排后世的这个诏书 然后呢 赵高呢 他就问胡海 《史记》里边 是这么记载的 说当今皇上已经驾崩了 一个也没有 奉奉租王子 只是让公子扶书 迅速地回咸阳 安排后世 这很显然 公子扶书 回去以后 肯定要立马称帝 公子扶书称帝 你怎么办 人家秦始皇临死 以前什么也没 对你有所安排 你怎么办 胡海 是这么说的 他说 故也 无闻之 明君之城 明父之子 父绝命 不封诛子 何可言之 这句话就是说 本来就该这样啊 高明的君主 了解自己的成子 那么高明的 贤明的父亲 他也应该 懂自己的儿子 现在父亲 弃我们而去了 那么他没封封诛子 这有什么可议论的 可说的呢 很正常 你从这个话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 胡海这个人 没有飞凤之心 他觉得这有什么 可抱怨的呢 他没有寄予 华为之心啊 胡海呢 还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呀 你看 废熏而立地 这叫不义之举 说你这个 仅仅是出于畏惧 复苏 他成帝 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不利 然后你呢 就不奉中 这个父亲的一命 那叫不孝之举 明明知道 自个儿能力不行 数字比人家差 然后还想 不甘于人后 还想去 抢夺别人的工业 想去做 皇位继承人 他说这叫什么呢 这叫 缺乏自知之明之举 胡海就讲了 他说 这种不义 不孝 不治 这属于 忤逆之举 他说 我怎么能干这事呢 怎么干 天下人要不进福啊 那会导致什么呢 生死国王的结局 你看 从这个话来看 他很明确 很明白 自己不该有 非凤之想 自己压根不具备 那个能力 可是 他经不住 这个自己的老师 赵高的一番 鼓动啊 赵高就说 胡疑犹豫 后避有毁 现在呢 你应该果断 说 既不可适 时不再来 策马扬鞭 你还怕追不上别人 你现在如果 主动地放弃 过了这个川 可就没这地儿了 他这么一说 胡海说 那好吧 那你就 去试试吧 我们说 根据 司马迁 在这一段记载来看 就是说 胡海压根 他没有这个动机 他自己压根 不想当皇帝 但是 现在被推到 这个范上了 然后 赵高推着他 让他做了皇帝 继位以后 正式成为秦二世 应该说 胡海继位以后 也想继承 他父亲的遗址 把这个江山 设计的事情 打理好 问题是 他的选择 他出手干的事 一件比一件 干得糟糕 那么 胡海继位 两年多的时间 他究竟都干了 点什么事呢 主要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 东巡万里 胡海一继位 马上就想 效仿他的父亲 进行东巡 东巡的路线呢 送着这个 他父亲当年 走过的路线 所以说 秦二世元年冲天 胡海就开始东巡 丞相李斯 陪同 二世胡海呢 这次东巡的路线呢 是沿着他父亲 当年出巡的路线 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 根据秦汉交通史 研究专家 王子坚教授的考证 二世胡海的这个 出巡 应该是从咸阳出发 然后呢 北行到渤海边的这个 结石 今天秦皇岛一带 然后呢 在沿着海岸线 巡行到 这个 泰山 直府 狼牙 渠 渠 渠就是今天 江苏省连云港市 这个 西南的这个景平山 当时有一个 秦代的一个县 叫渠县 巡行到这儿 然后呢 一直到了会计山 从会计山 然后又折返到辽东 从辽东又回到咸阳 这个过程中间 他每到一地 当年 他的父亲秦始皇 巡行到哪儿都有碑刻 他都继续接着刻碑 表示我来过 我要继承 父亲的遗志 我要怎么做怎么做 以此彰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向天下宣告 我是合法继承人 根据这个 王子英教授的考证啊 秦二世湖海 这一次的巡行路线 有多远呢 走了有多少路呢 一万零八十公里 就按走近道 最近的里程也有 八千八百公里之多 这是个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以一百天来算的话 他一天要巡行 路上就要走九十多公里 甚至将近一百公里 应该说这一路上是狂飙望 当然了 他也确确实实是 可以说 风称普普 历经辛苦 结果呢 二世 由此就深刻地体会到了 看来当个皇帝不容易 不好玩 回到咸阳 他就说 人生在世如白居过西啊 人这一辈子这么短 应该怎么样 我想好好享受人生 我要享乐 把人间洪福 我都要享尽 然后呢 这一辈子 安安乐乐的 这是他干的第一件事情 东寻万里 那么胡海做的第二件事情 唯正物易克生 自治同奸用了这四个字 叫物易克生 就是比秦始皇寒严厉 所以胡海唯正啊 首先 他把这个秦始皇时期 已经开始修的鹅旁宫 继续接着修 同时呢 他征集五万人 同位咸阳 他让这五万人呢 教习涉域 做自己的这个水宠 同时呢 要演练 这么多人 留在咸阳 那就要吃穿运啊 所以就需要各地 源源不断地 来供给 他担心供给跟不上 专门下了个命令 说凡是给负责 这五万人运输 给养的这些 劳役人员 服役的人员 一概都得自带粮食 不许在咸阳三百里范围之内 做任何消费 你即便想掏钱买 都不许 所以这么一搞的话呀 我们说 暴政这叫变本 加厉 更加的升级 更严酷了 最后呢 地方上呢 乘胜吾广 劫肝而起 然后各地的农民起义 风起云云 他派到地方的使者 回来给他汇报 说下边有农民起义 本性造反 胡还一听这个 把这个报告的使者们 就给抓起来 杀了 治罪 结果导致后边的使者们 只能是报喜不报忧 谁都不敢给他说真话了 这么做下去 我们说 这就是止气其人了 止气其人他还不够 他还迁怒于什么呢 李斯迁怒于其他大成 他指责李斯 你干什么事的 你位居三宫 你怎么能让地方 这么乱呢 怎么这么多人 起来造反啊 你的失职啊 李斯大亚微微诺诺 被他这么一指责 最后李斯只能 昧着良心给他进什么呢 所谓的这个都者之术 你要想让大成不听话 要想让天下老名声听话 怎么办 一味地严心俊反 更严一点 让大家都害怕 老这么高 大家肯定不行了 最后 大成们啊 联合起来 向他觐见 右丞相冯聚姬 左丞相李斯 和将军冯杰 这三个重量级的人物 联安明 给亲二世上书 希望这个二世啊 改宣更章 亲二世怎么回答 亲二世跟这三大成说了 归为天子 那就应该为所欲为 极尽享乐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统治呢 城下你们不作为 你让我这儿辛苦 让我像这个羽下那样的君主 去那么努力干 羽下那样的君主 虽然贵为天子 可是呢 他们身体力行 跟老百姓一样的受苦 我才不干呢 那我干嘛要跟老百姓一样啊 为老百姓献身啊 他们不值得效法 这个胡败的观点 胡败说了 先帝已经把江山设计统一了 交给我这么好一片江山 现在你们管理的出问题 现在你是让我来负责 我才不负责责呢 问题都是你们的 所以你们还好意思 舔着脸来找我吗 把这个冯杰 冯去吉 李氏 杀人了 痛骂一动 然后还要把他们下狱 这冯去吉和冯杰一看 不甘受辱啊 非讽自杀 李氏呢 他觉得凭着自己三重不乱之舌 没准还有一线转机呢 被关到监狱里边 关到监狱 那么 二氏胡败把李氏这个案子就交给赵高处理 赵高当然不会让李氏活着出来 李氏一死 国家的权力全部交给了赵高 二氏整天在宫里边更是啥也不干了 天天就是吃喝玩乐 赵高 赵高为了进一步达到专权的目的 策划了一起指鹿为马的事件 来测试群臣是否会听命于他 那么 指鹿为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面对赵高的专权和愚弄 胡亥又会作何反应呢 这又暴露出胡亥的哪些问题呢 紧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 中国历史上最奇葩的事情 那就是指鹿为马了 赵高又有专权 按这个知之通见和史记的记载 他就拉了一头鹿 然后告诉胡亥说 这是一匹马 胡亥说这个 看的是一匹鹿啊 怎么是马呢 有点半信半疑 然后问大臣们 大臣们有的说是鹿 有的说是马 最后赵高就把凡是说鹿的人 都给杀了 关于指鹿为马这个事情 我们得说一说 说什么呢 第一 它的来源 指鹿为马这个典故的出处 应该说是在这个 最早在鹿甲的这个 新语辩货里面 新语这本书的作者鹿甲 在秦的时候就是做成子的 所以他应该说 更了解这段历史 那么鹿甲记载的这个 故事的版本是什么样的呢 鹿甲在《新语辩货》里边 是这么记载的 说秦二世的时候啊 赵高有一天 运一匹鹿驾着车 正在走 结果呢碰到二世胡亥了 胡亥就问他 说丞相你为什么运鹿驾车呢 赵高回答说这是马 然后呢 胡亥说丞相你错了 怎么能以鹿为马呢 赵高就说啊 他说这确实是一匹马 说陛下如果你认为 我说的不对 你可以问问其他大臣吗 结果群城呢 扮演鹿扮演马 有的说是鹿有的说是马 很显然 这个故事里边记载的就是说 二世胡亥自己分不清楚 赵高驾车运的究竟是鹿还是马 鹿甲的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啊 也许赵高一开始 并没有想着运指鹿为马 作为他弄权的一种手段 但是最后看二世真糊涂 然后他就开始考验这大臣吗 是糊涂还是要装糊涂 这是一个故事的原版版本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技术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指鹿为马的政治意义背后 我们还应该看到什么 我们就发现指鹿为马这个故事呀 其实他还在讲一个生活常识背后的问题 关于赵高胡弄鱼弄这个胡亥的故事呀 史书上记载的他不仅有指鹿为马 还有别的 比方说还有所谓的叫什么呢 西岸浦为浦的故事 就是说把孔在一块的这个蒲柳 说成是肉蒲 二世胡还也放不清 秦二世的时候呢 还有一种故事 就是说以青为黑 以黑为黄 就是说把青颜色说成黑的 把黑的说成黄的 所谓这个颠倒 红摇生活中间这些日常的概念 这些所谓的这个 宣黄改色马路异形这一类的故事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秦二世胡亥 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 缺乏基本的教育 我们知道啊 秦朝一味强调以利为师 导致黄制的教育啊 存在严重的缺陷 这种缺陷啊 应该说是秦一概的强调 极端的强调 崇尚法家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啊 导致黄制的教育 存在的这个缺陷啊 古人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唐代诗人袁征 就专门注意到了 胡亥的教育问题 他就指出 说胡亥只生也 诗书不得闻 圣贤不得进 就是说胡亥 他的这个教育过程中间啊 没读过诗经 没读过上书 所以说 他没有跟圣贤级的人物 有过精神上的交流和对话 所以他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 形式古怪 这是文化教育缺陷所致 三国时候 有一个叫曹俊的就说了 说胡亥 就是说胡亥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什么呢 是刻薄寡恩的这种教育 长大了呢 继承的又是他父亲 严心俊法的这种暴政 所以 胡亥的教育出问题了 秦始皇运 造高作为胡亥的老师 导致他这个教育出现严重的缺陷 这样一个历史教训 他告诫后世执政者 你不仅要加强你的这个接班人 或者可能的接班人的执政行为理念教育 和行政能力培训 更重要的要注重文化熏陶 而且这种文化熏陶 应该自少而始 从小时候就开始 所以后来历代 对这个君王的后代的教育 特别注重 应该说这是从胡亥得出来的教训 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起义反秦 各路起义军势如破竹 所向披靡逼近秦朝都城 此时的胡亥 才幡然醒悟 赵高所说的天下太平 竟是谎言 秦朝设计 危在旦夕 公元前207年 胡亥决定前往旺夷公斋戒 此时的秦国和胡亥的命运 都已进入了倒计时 那么胡亥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从他的身上 后世的史学家 又能总结出哪些深刻的教训呢 请继续收看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民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评说资质通鉴 第二部 第七集 二世而亡 那么胡亥怎么死的呢 胡亥的死呀 说起来其实挺让人无语的 关东的农民起义 风起云云 烽火连天 糟糕啥办法没有 没办法怎么办呢 一方面一味地讽事太平 但是这个东西 直里终是包不住火的 到最后怎么办 糟糕干脆躲起来 他怕二世呼嗨 一生气把他给宰了 就躲起来 不上朝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二世呼嗨呢 可能预感也不好了 他做了一个怪梦 做了什么梦呢 二世梦见 一只白色的老虎 突然把自己出行的时候的 坐驾的这个 左边的这匹马呀 给咬死了 醒了一会儿 二世心惊肉条 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 怎么办呢 他总并在忘义于公宅建 一方面自个儿去宅建 一方面还责令这个 糟糕 你赶紧派人镇压 农民起义 怎么搞的 现在还弄不下去 赵高一听更害怕了 怎么办呢 总被把二世呼嗨 给弄死 另立一个更听话的人 然后呢 赵高让自己的女婿言乐 领着兵马 打进这个忘义公 把太监们杀散了 然后最后呢 只有一个太监还跟在 胡亥跟前 胡亥一看人家领的兵来了 竟然是逼宫造反来了 胡亥很惊讶就问身边这个太监 你咋不早告诉我 外边都成这样了 然后这太监怎么说呢 我早告诉你 我早告诉你 我早没命了 所以我根本就不敢说 事宜在此 胡亥也没法了 严勒过来 严勒就说了 你骄横放纵 滥杀无辜 天下人现在已经都背叛你了 你自个儿想自个儿的出路吧 这个时候 胡亥还希望抓住赵高这个救命稻草呢 就问 丞相在吗 我要先见见丞相 严勒说不可能 你也见不着了 然后胡亥又说 那你让我当个封王行呗 我不做皇帝了 严勒说门都没有 那我做个万户猴总行吧 那还不行 胡亥一看这样 最后说了 那实在不行 和我妻子孩子一块做个拼命 安度一生总行吧 不行 你现在只有死路一条 最后在逼迫之下 胡亥自杀 死了以后 然后胡亥呢 被运平民百姓的礼仪 安葬在了杜县南眠 一个叫易冲园的地方 胡亥就这么死了 一个不着调的亡国之君 最后的死相都这么难看 一点骨气都没有 秦二世而亡 流改后世的这个惨痛教训 我以为啊 他的教训至少有两点 第一 杜绝思期所爱 当然这是对历代后世统治者而言的 你要选择接班人 你不能凭着一几只好物去选 要有战略考虑 所以这种因素啊 我们说直接表现的还是唐太宗 唐太宗明明喜欢理太 但是最后还是强制自己 把个人的好物放在一边 最后他运了谁了 运了高中理智 《自治通奸》里边司马光就评价 说唐太宗的这种行为叫什么呢 不以天下大器四妻所爱 就是说 不把国家的这个重要的接班人 这个重要的事情 用这个个人行为 与个人的好物来代替 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能远谋 这是生谋远虑的结果 那么第二点教训 就是说得位要相配 就是说一个人的德行 跟他的岗位不相匹派 那对大家来讲 带来的就是灾难 于国于己都是灾难 那么二十胡亥 就是这样一个人 大家看 一开始他没有觊觎皇位之心 但是经不起别人的蛊惑 最后当了皇帝 当了以后 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 没有金刚钻 你就别懒吃气活 懒了再吃气活 你没金刚钻 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生败名裂 生死国王 所以啊 这个司马光啊 他为什么花了很多的篇幅 闲胡亥的这个乱政 值得生死 他就是要告诉后世 这就是个反面典型 所以说德和魏 一定要相体配 我以为知识通奸中间 告诉我们 讲胡亥这段历史 告诉我们的 最左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二世已经死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关东的已经进入群群 着陆的这样一个局面了 所以赵高啊 决定拥立子英 为秦王 子英这个人啊 挺有本事 在忠实中间 威望也很高 二世胡亥都挺畏惧的 即便赵高都讲 子英人简 就像这个人人厚 还节简 很不错的人 但是子英呢 他不像二世胡亥 那么轰溃 他可不像做 这个任赵高 摆布的傀儡 现在赵高 强迫二世胡亥自杀 等于说实际上是四弟 就要这个让子英称王 但子英呢 决定不干受其摆布 怎么办呢 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商量 决定自己假装病了 病了 那么就不能去举行这个称王仪式 赵高就着急 着急 最后就亲自来这个子英的宫殿里边 来督处子英 结果他一进去 就被这个子英和他的手下给杀了 赵高就这么死了 当然还有不同的说法 这些年来 这个新晋发掘的这个北大汉奸啊 有一篇叫赵正书 这个赵正书里边啊 就提到赵高是被秦将张涵 他给杀了 据这个李开源教授考证啊 赵高应该说是生于秦昭相亡五十一年 也就是说公元前两百五十六年 死于秦二四三年 享年四十九岁 那么秦的灭亡 除了统治者置身的原因之外 又有哪些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我们请听下次接着讲 谢谢大家